温州街脱吊场的监视画面 看到远景压着这名阉毒嫌犯到他的车边搜索后 再将这名嫌犯和逮捕的另一人 两人手靠在一块一同压上了真房车 而这是六名警察站在另一辆真房车旁边 讨论是否要搜索嫌犯的住家 这时却看到远景连忙冲到嫌犯乘坐的真房车旁边 却已经来不及了 真房车被两名嫌犯开跑 脱吊场边明宅就看到被偷走的真房车急速的冲过 这是嘉义县刑警大队的远景 跑到嘉义市区脱吊场附近逮捕三名淹毒嫌犯 远景把其中两人手铐助手 压上了真房车后座 但是没有拔掉车钥匙 两名嫌犯利用远景还没有上车的空档关上车锁 其中曾姓通气犯爬到前座开了车就跑 而被两名嫌犯开走的真房车就是这一款 警方表示曾姓和唐姓两名嫌犯是贩毒集团里的要脚 两人一同犯案又一同坐牢 默契相当好 这会儿又一同偷了真房车 两名嫌犯先往世贤路方向逃逸 再一路冲上交流道往北逃窜 目前警方已经将车牌通报各县市追其中 东森新闻吴瑞欣在嘉义报导